跟議員的中部鄉有真要跟四千公斤的冰冷 是地方重要的建制作物 現在他也配合文化部的價位 用冰冷來做年食的產品 讓在地的產業越來越多館 也用冰冷來做年食的材料 結合合宗的設計 要拿到地方的三顆創作新的口令 我們在檳榔染這個部分 因為用技法的研發不一樣 所以讓檳榔的這個呈現會更美 像我現在穿的這一件 就是檳榔跟染染的結合 它就是很再生 應用再生的資源 然後創造出來的又是 每一個衣服的花色都不一樣 所以是很特別的 自己觀念中部鄉過去有 增加多檳榔 也是地方一項很重要的經濟產業 地方創新團隊 兩黨話請到一檳榔念的研究 希望帶動檳榔相關產業的專業 從小時候 八千萬人去你收拾啊收 跟牠牠開開 還有連勞跟牠一大顆 還有到現在人家 你當檳榔劑你做檳榔染 這整個過程 其實是 以中部地圖三業的作為 另外一個轉換 我覺得這是 有一個 不要說也有商機 可以說來做這種再生的能力 二度使用 創新團隊表示 過去檳榔讓人的感覺沒有更好 踏過跟文化部合作的機會 希望能夠拿到嚴重的檳榔 找到新的用途 也拿到在地的年輕人 找到回到高雄作為打鼻的機會 記者林務卿 各自報道 各自報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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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